每年6月末到7月中旬呢 就是小鼠的节气 一到了这个节气啊 天气很燥热 所以大家都想吃一些清淡的 其实除此之外啊 我们的潮商生活 也要温馨的提示大家 如果您有这个条件 或者说有这个时间的话 不妨在中午 可以多多的午睡一会儿 因为这个节气呢 讲究多静少动 所以说我们应该在 这个美味方面啊 还有作息方面 多多的去保养自己 所以今天我们要推荐的 就是一些清淡的 美味的性价比高的 一些人气小店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冰年 好像最近这个带大家 吃了好多的火锅烧烤 和东北菜对不对 所以我决定呢 今天就要带大家尝尝鲜 咱们到这个温州海鲜楼 尝尝正宗的欧菜 您是不是不知道 什么叫做欧菜呀 其实欧菜呢 是这个温州菜的别名 因为温州呢简称为欧 它位于这个欧江下游的南岸 至于这个欧菜 到底有什么好吃的 然后又有什么美味 为何咱们东北菜不一样的地方呢 今天您就跟着我进去一探究竟 温州菜也叫欧菜 是这菜的四个流派之一 有2000多年的历史 温州菜以海鲜为主要食材 而温州菜主要特点是清淡 保留食材原本的味道 而这家温州菜馆 也是哈尔滨少数温州菜馆中 做的特别地道的一家 到咱们家温州饭店以后 以前也听说过 但是来了以后呢 这个饭菜不腻 口感非常好 我就喜欢吃鱼啊 海鲜类的哈 他们家就比较非常新鲜 比如说我今天点的这个鸣鱼 就非常非常好吃 我像这个鱼 还有这个 炒天糕 还有这个排骨 这个 这都是我们地点的 东北菜嘛 这个跟东北菜不一样的 它比较清淡 而且以海鲜为主 这里不仅老板来自温州 就连大厨和员工 也基本来自温州 所以来这里吃饭 会让您觉得身处温州当地 品尝当地最具特色的美食 其实欧菜呢 它隶属于中国八大菜系 这菜的四大流派之一 有着这个两千多年的历史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呢 咱们吃饭啊 不仅仅吃 但是它的这个美味 还有这个饮食文化 但是我个人对温州菜 其实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点的呢 都是这个老板给我推荐特色的 温州特色的这个菜 第一个这个叫做这个 这个 猪黄花鱼 这是很完整的一条鱼 其实这个白盘子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搭配起来就觉得很完美 很好看啊 而且这个鱼还在冒着热气 能够闻到很香的那种鱼香的味儿 清蒸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特别的嫩 而且它保留了食物本身的这个味道和营养 而且这样制作出来之后就完全不会有鱼的那种腥味儿 所以真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一道老少皆宜的菜品 因为鱼本身也是那种很有营养的这样的一个食材 而且多吃鱼可以变聪明 其实这道菜用的佐料并不多 而且品尝的时候也不会感觉到鲜 入口即化的感觉犹如在吃果冻般 而对于生长在中下层海域的黄花鱼来说更是营养丰富 也是来这里必屈的一道菜 好像咱们东北人对这个温州菜了解真的是比较少的 这个叫做什么鱼饼 它也是温州比较传统的这个小吃 也是有着就几千年的这个历史了 而且它的这个制作工艺其实挺繁琐的 它取出这个米鱼 它要把这个鱼刺全部都剔出去 然后呢留下这个鱼肉和上面粉和淀粉 所以制作的时候其实就挺麻烦的 不过说了这么多 我真不知道这个到底好不好吃 真的从来没吃过 要站上这个老板说了 这个只有他们温州才有的酱油醋 这个味道吃起来有点像什么 就是咱们平时买的那个 成蛋的烤鱼片的那个味道 但是它明显会比那个鲜很多 它是这个温州特有的这样的一个调料 是比较有一点点酸甜的那种感觉 然后它站上这个食材吃上之后呢 就会觉得还是有点点清爽的 然后又保留这个鱼肉的鲜味 那这道菜我觉得最棒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呀 你完全不用担心会被这个鱼刺卡到啊 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子来吃 鱼饼属于温州当地的小吃了 不同于我们常吃的鱼排 这里的鱼饼选用的是米鱼 可能大家并不是很熟悉这种鱼 米鱼也将免鱼形丝鲈鱼体色发暗 灰鹤并带有紫绿色腹部灰白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鱼类 把鱼肉刮下后加入面粉和淀粉制作而成 我觉得这一整顿饭吃下来我最大的感觉是什么 是特别的舒服 因为它整个味道是比较清淡的 然后又没有很大油的那种感觉 没有油腻 所以这个无论是肠胃 还是整个这个口腔里面都没有任何的负担 和咱们东北菜真的有很大的差距 是以这个鲜美为主 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您吃够了这个东北菜的浓究的口味 不妨就到这个温州菜馆来尝试一下他们家的这个鲜美 而且店家的老板还有厨师全是来自温州 绝对是正宗的温州菜 所以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不妨下一顿饭您就来这尝一尝 推荐理由温州人开的温州菜馆 推荐菜品黄花鱼鱼饼炒粉干 人均消费90元 权威美食推荐之王家大姐麻辣手擀面 伴随着气温的逐渐攀升 哈尔滨的夏天终于来了 这天一热吃什么就成了难题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冰岩 我觉得每一个吃货好像都是火眼睛睛 无论美食藏在哪里他都能发现 那就像我今天来到这条小路上 就是为了去这家小面馆尝一下 他们家的这个麻辣面味道到底怎么样 不得不佩服冰岩这吃货的能力 这样的小店他也能找得到 还别说来吃面的人可真不少 这家店厨师服务员只有这老两口 二十多年只卖这一碗手擀面 阿姨一边煮面一边跟我们烙起了家常 就是用老百姓法做 好好干活不动人 该给人七两别给人六两 该怎么就是说给多少就是多少 比如说我去打麻椒去 我只选的最好的 但是有的时候不能光靠价格 就是你得自己去亲自去选 选完了以后直接载给阿姨用机器 直接在那打个 选料很关键 就是靠着良心和一份传承 做出的一碗碗纯手擀面条 没有多余的华丽装饰 靠的就是食客们的口口相传 虽然说是一家这个老店嘛 店里面没有什么过多的这个装饰 但是就是感觉很干净很卫生 像这个面有这个肉酱面 然后牛肉面还可以凉拌面炸酱面 那招牌肯定就是这个麻辣面 而且这个麻辣面老板说了 这个麻和辣都要自己调 因为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嘛 自己调才能吃的更好 我就喜欢吃这种就是很有嚼劲的面条 那手擀面肯定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上面的肉酱好多呀 都放了好长时间了 也没有就是一点点坨的感觉 就大家都知道 手擀面它就是很劲道 所以即使放了很久 依然是 而且就是一根一根的 因为是老板每天早上 这个自己手擀的 所以我觉得 就是会有一种那种家的味道 有点像家里面 妈妈或者姥姥她给你擀的那种面条 就很简单很实惠的那种 一碗简单的手擀面 老板娘自己要在厨房忙活半天 煮面 有的还需要过水 再搭配早就准备好的豆芽和肉酱 一声招呼 老板就端走了 就是最原始的夫妻店 来这吃面的人 吃的也是手擀面的原味 这个废片每桌都有 那它应该肯定很好吃 我觉得就是这个 吃货的眼睛都是血亮的 夜空中最亮的星 这是挺好吃的 我看有的人桌子上 都点了好几盘 因为它是这个小凉菜 然后配上这个热的面 吃起来真的就是一个 很完美的这样一个搭配 如果你也想要几样小菜 就一定要自己动手 因为老板根本忙不过来 集中小菜就摆在进门前的柜台上 想吃什么自己拿就好 价位也一目两然了 其实我感觉 我这人还挺能吃辣的 然后你看刚才 其实我放的不那么多 但还是觉得有一点点辣了 所以要提示大家 就是如果不是很能吃辣的 就少放一点点 所以就是其实在夏天 吃上这一碗这个比较热乎比较辣的麻辣面 然后坐在这样一很简单的小屋子里面 还有这个串肠风 就像家里面的那种感觉 真的是又过瘾又舒服 所以不妨您在周末的时候也来尝试一下吧 权威美食推荐之王家大姐麻辣手感面 推荐里由夫妻老爹面条纯手感 推荐菜品麻辣面 麻辣废片 麻辣鸡蒸 干豆腐丝 人均消费10元 营业时间10点至20点 接下来这家饭店就开在红博中央公园超市外的餐饮区 一般来说商场美食在大部分人心中是非常小资的地方 人均消费不便宜 但是今天明月儿帮我们找到了一个价廉物美的地方 据说这家饭店在附近一带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不信您听听他家的名字就知道了 赤诈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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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里最主打的就是肉食者的最爱炸鸡排 您看这鸡排的大小也是不得了啊 哇 真的好大呀 显得我的脸又小又精致的 大家看到了吗 手里拿的这个鸡排呢 号称是我们豪尔丁最大份的一个鸡排 而且它的分量是12盎司 也就是说它的重量和长度 都已经达到了鸡排的最大的一个尺寸 而且我点的是一个这个 美式芥蒙和泰式甜辣酱融合的一个口味 这边专门配备了一个手套 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得更加的过瘾 更加的放松 哇 哇 哇 真的很好吃哦 真的深得我心 我会觉得一咬呢 还是满满溢出来那种肉汁 你会觉得特别的香 吃起来不会像其他的鸡排干巴巴的 对不对 就腿里面很充实 而且它外圈的那个整个炸的鸡排 外皮非常的酥脆无比 而且它很香 好像你吃起来不是那种面粉 或一个那种厚重的口感 反而就像在嚼米鸡一样 特别有存在感 粒粒分明一样 它就是外面鲜脆无比 然后里面鲜牛无比 每个月都会专门从澳洲枯运食材到店里 每份鸡排的大小足足有二两种 采用线扁线做的方式 蘸上独家秘制的土豆粉 老板告诉我们 制作炸鸡排的秘诀 关键在于油温与时间的严格把控 鸡排很大 味道又好 有味 醋肉不成 非常好吃 挺实惠的 相关好了 非常好吃 虽然店面看上去很时尚潮流 但是在制作菜品上 却有着妈妈般的细腻心思 接下来明月要为大家介绍的烤鸡 不仅分量十足 而且可供两到三个人吃 价格非常亲民 在赤炸风云呢 有一款真的能够赤炸风云的炸鸡 一个美食就是他们家的制面烤鸡了 你会发现好像基本上每桌 大家都会点这款 因为对食材的足够自信 所以只需在鸡肉的表面刷上一种酱料 而这种酱料不仅是店内独家秘质 而且还保留鸡肉的鲜味 口感鲜嫩 天啊 哇 这个闻起来好像有一种熏香的味道 并不是照我们那个熏酱的感觉 反而就是闻起来很熏香 很带劲 而且大家看它这个鸡肉的这个皮 你看你看你看 特别像我们在国外吃的那个熏鱼的皮 直接一扒就扒下来 它不会带着把那个肉粘连下来 如果你不想吃的话 其实可以把它撕掉 但是我觉得既然经过了这样的熏烤之后 它的这个皮应该是一个偶特的存在吧 连皮带肉一起吃才是最完美的 再尝尝一好 它里面真的非常的烫 而且里面还有一些油润 哎呀就是浸润到你的这个口腔当中 你会觉得口感特别的润滑 再一个我说一下它那个皮 皮的部分就是好像蛮有韧性的 而且基本上没有平时吃那个鸡皮的那个感觉 嗯 另外一点就是这个鸡肉 这烤鸡的味道和口感真的没得说 它相对来说 更加的有韧性 更有角度一点 然后里面非常的带滋味 它相对于刚才的鸡排呢 是那种咸中带辣的味道 好吃 口感特别好吃 在赤炸风云有一点让你不一样的体验呢 就是你会发现这家店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快餐店 它非常的人性化 你看看这边我刚才一开始还以为这是一个什么VIP的区域 但其实它是面对着所有的顾客公平开放的 你看它有一个独特的这样一个门窗的设计 里边呢你就会觉得像家里的客厅一样 然后一边吃着美味的鸡排 然后一边看着当下非常流行的电视剧 然后现在这边有一个非常特别 然后还有人在这玩时下非常流行的什么VR 类似于那种电子游戏的 然后戴上镜子 你会觉得我吃个鸡排都这么的酷炫 除了年轻人喜爱的小食炸鱿鱼 还有适合上班族的定时套餐 这里却不仅仅在味美上满足您 而且还有时下非常流行的VR游戏 可以免费体验 它这个比较创意的 又实在这些产品吧 那个味道和一般的味料 我觉得这家鸡膏都挺喜欢 这样一家不仅能给孩子带来乐趣 成年人也可当作消遣娱乐的餐厅 在时下可是不多 心动不如行动 赶快去尝试一下吧 推荐理由 一家绝对让您吃喝玩乐都满足的炸鸡店 推荐菜品12盎司大鸡排 人均消费20元 营业时间早10点至晚8点 又到了潮上厨房的时间了 平时咱们经常会吃到排骨 比如说糖醋的 红烧的 蒜香的 但是荷香排骨您吃过吗 不知道这荷香是不是指荷叶的清香 和浓郁的排骨搭配在一起呢 如果您想学着做起来的话 就跟着我们的潮上厨房一起行动起来 我拿了一个大荷叶 这荷叶究竟是做什么的呢 潮上厨房今天要教你制作一道神秘的菜 是的 我是世伯 那接下来我就要有请我们的五星级大厨李鑫了 你好 你好 李鑫 现任哈尔滨索菲特大酒店行政副厨 从事行业13年 擅长香 粤等菜系 曾荣获2016年龙江大赛杰出菜品金奖 看我手中拿着这个荷叶 我就纳闷了 用它能做一道什么菜呢 排骨 这道菜叫什么名字呢 荷香排骨 好 今天我们要做的菜叫做 荷香排骨 本期制作菜品 荷香排骨 所需食材 猪茎排 干荷叶一张 面粉 鸡蛋 蚝油 胡椒粉 香油 甜面酱 玉米面粉 来 今天我们做的这道菜是荷香排骨 究竟这道菜要怎么做才好吃呢 这个菜呢 我有两个诀窍 一 我是要给它上浆 上浆 去炸制它 炸呀 给它入味 首先让它加一些味道进去 加一些味道 这个是我一个诀窍 再就是诀窍 刚才你都拿出来了 这荷叶 荷叶 荷香排骨吗 肯定是要有荷叶 把我这个荷香 你都给我展露出来了 好的 我们这些现在就腌制 腌制就可以了 对 腌制 这边我们很久有讲究 首先我们要去把它这个排骨拿回来 要冲水 冲水 去血水 对 去血水 先去味 再入味 入味怎么入呢 首先我们要打一个鸡蛋 鸡蛋 这个我懂了 是用鸡蛋清是不是 对 因为鸡蛋清包裹在上面的话呢 它的肉质会很嫩 对 对 对 叫甜面酱 甜面酱 对 甜面酱综合口味 有盐和糖都在里面 盐和糖都在里面 很鲜的 我们一点点就可以 不要放太多 一点点就可以了 一点点 蚝油 半勺 对 半勺就可以 加一点点味就可以 完了还有胡椒粉 一点点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就是不能放太多 好 我这边要给它抓匀 那你在抓着的过程当中 我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它这个排骨 或者这个猪肉 在市场上应该怎么选择呢 选择的时候吧 你要看看有血丝 有血丝肯定是当精心杀的 好 好 我们就是抓匀了 腌制五分钟 好 五分钟到了 这个肉看起来 已经吸马这个口了 是吧 对 好 我们主要的环节就是给它上户 上户 去煎它 淀粉需要多少量呢 这是面粉 这是面粉 对 记住了 是要用面粉的 炸起来会更香是吧 对 就大概这么抓一把 对 放进去就可以了 淀粉 淀粉再放进去 一样一把就可以 一样一小捏 一样一小捏就可以了 对对对 不用放太多 好 我们再腌五分钟 再腌五分钟 让它继续吃口 好嘞 完了 这两个五分钟记住了 好 我们上火去煎制它 煎制 对 把锅烧热 烧热 嗯 多这个油可以多煎 多放一点 多放一点 对 因为煎肉嘛 对 我们煎它是排骨了 这会儿 对 对 它不好煎 好 这个时候吧 油纹达到两成 就可以下进去 这个时候我们去下它 嗯 我们慢慢去煎制它 嗯 慢慢下 不要去着急 好 我们现在已经把排骨 放到这个煎锅当中了 对 它这个煎的话 要怎么煎 是不是要经常翻它呢 不要经常翻 把这个油纹控制 这控制住就可以 往我们火稍微调到中火 中火 对 往我们慢慢的煎 等它定型了之后 再去翻炒 是不是 翻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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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换面只是 这又是二驱 二驱 对 二驱是这个意思 二驱是驱它的血水 对 再次给它驱它这个血水的和味道 哇 这煎的有点金黄的颜色 这个色泽方面 是非常的好看 它这个煎要煎多久呢 这个煎 紧就可以了 就是定型 其实就是定型 煎紧就行了 你看这个肉 就差不多了 这外面都是有颜色了 就可以了 对 对 对 嗯 的 现在我看差不多了 蒸好 煎好了 就可以拿出来了 噔噔 我们的排骨已经煎好了 哇 看这个外表还是金黄色 还是很漂亮的 很诱人 这样就可以了吗 不 我主要的这个就是 荷叶还没用上 对 那没错 用荷叶的清香 嗯 去蒸它 哇 对 我们放到这个碗中 我把排骨下裂 直接把排骨放在这个 荷叶的中间 对 给它包裹上 我们把排骨放到里面了 我们还有下一个步骤 还有一个步骤 鲜的汤 看到这个汤了吧 这是 哇 这是老汤吗 老汤 哇厉害 浓汤 我们把它倒在里面 老汤是要倒在这个上面的 对 倒在里面 哇 你看这慢慢上来的这个感觉 真的是太棒了 对 对对 好 这个时候吧 我们加一点点香油 我们加一点点香油 啊 对 哇 真的很漂亮 这要把它包裹住是吗 对 我们给它包上 我们再去蒸 大火烧开 烧开 完了就是说用中火蒸就可以 中火蒸 蒸到20分钟 利用老汤蒸排骨 能让排骨更加香浓 并且在荷叶的包裹下 排骨慢慢浸润荷叶的香气 使得排骨不仅醇厚香浓 又保留荷叶的清香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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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锅了 好 好嘞 哇 好漂亮有没有 吃的时候就是吃这个荷叶的清香 排骨的原味 啊 明白了 简直太好吃了 这所有的老汤汁 全部进入到这个排骨当中 而且这个荷叶的香 也在这个排骨当中 而且超级的软嫩 好 那这个荷香排骨 我们今天就算出锅了 做得非常成功 谢谢 谢谢李大厨 谢谢 好 好那这个荷香排骨究竟多么营养呢 我们也请营养师告诉大家 这个荷香排骨就什么吃 才能发挥的最大的营养价值呢 那荷叶呢 它能和我们排骨在一起蒸 是非常好的 因为荷叶当中 含有丰富的这个抗氧化物质 那么还有它的荷叶碱 可以起到我们预防高血压 或者是糖尿病的作用 同时呢 也可以呢 解暑降温 另外呢 我们再看看排骨吧 平时呢 生长发育的孩子和我们大人呢 也要适量地吃一些个排骨 因为排骨可以不光是解馋 那更重要的是补充这些个微量元素 钙铁心期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季前的观众朋友们 你学会了吗 那如果你在做菜有什么样的困难 想吃什么菜不会做 赶快看我们的朝上厨房吧 那下期呢 朝上厨房会给你带来一个很清新的小菜 叫做钙帽小白菜 我们这期就到这了 我是世伯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